乒乓球小技巧1,你能发出多转的球,你就能接住对方多转的球 想处理好接发球,从发球开始 乒乓球小技巧2,你能拉出多转的弧圈球,就能防住对方多转的弧圈球 乒乓球小技巧3,乒乓球步伐中,左脚管左右移动,右脚管前后移动 如果你左右移动不好就多从左脚找原因 如果前后移动不好就多从右脚找原因 而乒乓球步伐中最难的是前后移动,特别是消球打法 乒乓球小技巧4,打球时不管脚下怎么动,上半身的架不能散 乒乓球小技巧5,球拍时刻在反手处于防守状态,但时刻准备打正手 因为一般来说由反手到正手容易,但由正手回反手困难 乒乓球小技巧6,站位,无论有多困难也要坚持 左脚在前,右脚在后且右腿始终是虚的 乒乓球小技巧7,横拍的握法是 二指捏着,三指护着,用力的要求是 松而不晃,锦而不僵 乒乓球小技巧8,刀着点,软着点,搂着点,窝着点,这是持拍的要求 乒乓球小技巧9,反手拨动作要点,右肩下沉,右快内收,引拍时右肘收回,不能架着,窝腕 乒乓球小技巧10,反手拨球10,引拍是从肚脐上部,即位的位置出手 太偏左或太偏右都不对 乒乓球小技巧11,反手拨球10,如果小臂最上侧的那条肌肉感觉到吃劲,那整个动作就对了 乒乓球小技巧12,反手拉球,动作在大点,左肘向后一顶 乒乓球小技巧13,正手攻球动作是否正确,面对镜子做正手攻球动作,如果挥拍结束后,还挥到前额10 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小臂,完全挡住了大臂,就说明你的挥拍动作是对的 如果镜子中的小臂在大臂的左面,说明会拍向前的幅度小,可能导致抬肘,翻腕等毛病 如果镜子中的小臂在大臂的右面,说明你挥不到位,可能是转腰,赢前不足等 乒乓球小技巧14,左手在打球是不是固定不变的,具体的说,就是左手与右手同时做对称运动 乒乓球小技巧15,反手拉球就像是拉弓射箭 乒乓球小技巧16,反手拔球时,肘部要随引拍动作向内部收回,同时沉右肩,重心向左,须右腿 乒乓球小技巧17,机球结束挥到额肩,头顶时,身体重心已经下来了,而不能还随手停在那里造型 乒乓球小技巧18,在胡圈球一统天下的今天 小事能挡住真正高手胡圈冲击的主要长焦技术,科、党等技术由于速度慢,是无法合集抗衡的 乒乓球小技巧19,专业运动员敢站在反手为大脚接发球,是因为他有扑正手这一下 乒乓球小技巧20,扑正手的关键是腾空击球 乒乓球小技巧21,高抛发球难点在抛的高且稳,左手抛球时向上送一下 就会抛的高且稳,乒乓球小技巧22,如果正手总练不好,可以从肩找找原因 乒乓球小技巧23,搓球一定要让拍子超过球,才会搓得更转 乒乓球小技巧24,空手回拍练习不是要把动作做得多么标准 关键是体会腰控制手臂的感觉 乒乓球小技巧25,多球练习用腰的感觉时,最好从建立防守开始 乒乓球小技巧26,关键要练好正手工,反手拔 再会发球和搓球就能应付一阵子了 业余比赛用不上那么多的复杂技术,无非是左来左打,又来又打 乒乓球小技巧27,侧身拉的关键有两点 一是两步侧身,先动左脚 二是球从对方按次反守卫边线出台 如果 如果 如果